在12月29日最新一期的《亲爱的客栈》中 毛不易来到客栈做客 当初不喜欢说话不会说话的毛老师 现在是火力全开 毛毛一下车见到刘涛 直言自己还是非常紧张 而刘涛也很贴心地安慰毛毛说 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要紧张 就当做事来放松心情的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毛不易听到后回对了一句说 我要是长期待在这里的话也不会紧张 近状刘涛对此也是哭笑不得 在大家一起吃饭时更是怼天怼地怼自己 因为毛不易在出道之前是做护工工作 此次在客栈中铺床单直言道 还有人拿标准的要求考核我 铺床 我以后以后都不用铺床了 接我来的 接我来的 还有人拿标准的要求考核我 很是搞笑 不愧是明日之子冠军 对此毛毛回应 对 有什么可不骄傲的 那富豪娇劲 让网友评价为笑顶一般存在的男子 但面对铁粉油马大叔不断地夸赞 毛毛却惊受不住了 直言快不要说了这位大叔 这个害羞的宝藏男孩太可爱了 这位大叔不断地处判了 这位大叔不断地处判了